好,開始 今天我要做一個蛋糕的裝飾 然後用的是四方鮮奶油 哇,鮮奶油 然後呢,就先把... 鮮奶油的部分,倒進去 倒進去機器裡面 我要把500克全部打了 所以我裝成這種,因為我昨天用了500 鮮奶油 好,然後這個這邊很多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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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稍微攪拌呢 你就要把它刮出來 喝個醬汁 ? 然後我把剩下的刮出來 不要浪费了 所有刀都拿出来 然后接下来呢 你要记得就是说 这是我昨天打的 我找一个冰箱 找一些的盆子 要做什么 放冰块 那现在有因为很 好 现在有很怕温度很高 所以我就放了一块电的 就是昨天的部分 好 现在我们这边就开始加碗 因为我刚刚没空谷 所以我现在可以有空谷把它加碗 那 砂糖的部分 砂糖的部分 砂糖的部分一样就是 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呢 让它快速再挡一下 好 然后记得喔 这边 这边是有这个 在上面没有挡到的部分 好 那我们就加快 好 我们不要打太发 因为呢 打太发那会变棉花状 大概像这样 那我昨天其实就做了 那个蛋糕 西风蛋糕 我记得说这个肘啊 在中间很讨厌 的确是有点疼劣 不过 说实在 习惯也就好了啦 倒没什么特别不行的地方 好 我们就把打发的鲜奶油刮下来 刮下来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用这些 来抹蛋糕 我要做一个鲜奶油蛋糕 我最近请朋友吃鲜奶油蛋糕 他们说 哇 这鲜奶油真的很棒 其实因为我们自己家做的都是用动物性鲜奶油 所以就会比较香 跟植物性的其实就不太一样 这点你们就可以自己去比较一下 好 这个就放在这里 桌面有点小 没关系 那 我这里放一个透明这个纸呢 主要就是我的蛋糕又过来了 记得 一定要先消毒 要直接接触到要吃的食物上面 一定要先消毒 这是17公分的那个加高 戚风 17公分的加高戚风 它长像这样子 那我们就来开始抹 抹 鲜奶油 抹 鲜奶油 等一下 我的抹刀 抹刀 记得喔 这个因为上面会有蛋糕屑 所以呢 大家在弄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反复 然后把蛋糕屑 有没有 蛋糕屑在这里 都抹到 抹出来了 这个就习惯就好 刚开始一定有很多蛋糕屑 没关系 慢慢地做 小孩子出门去了 你们帮我顾小孩 我就可以在这边慢慢地操作 那如果小朋友在旁边就会麻烦 好 反正前面就是尽量把它抹一层鲜奶油 就对了 你就是想办法 好不好 就是想办法把它抹好了 有点 咱们 好 嗯,這鮮藍油還蠻好吃的 哈哈,難怪,愛得要命 送給朋友說,好好吃喔 當然,因為奶香味還蠻濃的 然後呢,不會有那種清化奶油,那種假奶油的味道 那種香精味道 感覺奶油香不用錢耶,你吃膜 其實以前真的我不敢吃鮮奶油 因為我覺得那個好危險 絕對刮掉,絕對刮掉 對不對,一定是刮掉,沒有為什麼 可是自從接觸到說,真正奶油其實還可以這麼好吃 後來我都會吃掉 當然就會適度啦,因為畢竟它熱量還是蠻高的 我沒那個身材,就要截肢一點 好,把這上抹一層了 邊邊的地方補一下 那我今天,一樣喔 我們是利用彩糖來做一些裝飾就可以了 因為對象是小朋友,我們要送給小朋友吃的 記得上次 就是,只要有巧克力啊彩糖這些元素 喔,那個蛋糕消很快 真的 馬上就,嗯?不見了 阿姨都還沒回到家 媽媽就說,已經吃光光囉 你說也那麼厲害嗎 所以不是阿姨厲害 還是巧克力厲害,好不好 所以如果要送給小朋友 麻煩請加入這些元素 巧克力跟彩糖 那彩糖大家會選啊 我要那個,我要那個 對不對 像一些很可愛的圖案 他們就會很喜歡 愛心是還蠻基本的 對不對 然後這裡面有個洞 戚風抹這 就是中間會有個洞 那我習慣是 我會把洞貼滿 我會把洞貼滿 裡面都充滿很多很多的巧克力 沒有,鮮奶油 這樣 吃起來就覺得好驚喜喔 天啊 好 裡面就抹了很多很多的鮮奶油 就對了 好像很快夠 好 然後整個變平面的 有沒有 好強 蛋糕穴的部分 還是為了 慢慢進修啦 好不好 現在功力還沒到那個程度 好,簡單 然後呢 我想要把它移到這個板子上面來 所以 先把一大顆的板子上面來 先把一大顆的板子上面來 好 好 開始一下 等一下 透明的放一張紙 好 手不小心沾到了 沒關係 就把 蛋糕 把蛋糕 滾過來了 好 滾過來之後呢 再做休息條的 好 就丟掉了 這邊 好,蛋糕大概是抹好了 好 吹角的部分呢 我們再用鮮奶油 稍微把它補一下 吹角部分我們用鮮奶油 再把它補一下 這邊 好不好 好 好 這邊 你會丟下去 就把它補一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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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可能問我說 為什麼我不要用轉盤 然後你可能問我說 我覺得很多東西是練熟的時候 比較OK的 我們再來買 比較知道說 你要怎麼選擇它 所以呢 我現在還沒有買轉盤 可是 經過幾次之後呢 你大概都會知道說 Anker需要什麼樣子的轉盤 那在還沒有之前呢 其實不是不能做 都可以做 好 都可以做 不能做那只是你自己 愛現保 想要買東西 好不好 上面多麼一點點 好 那其實我這個是不及格的 因為上面都有蛋糕圈 嘿嘿 不過OK啦 反正就是 自家朋友在吃的 他們可以知道 我技術不是很好 OK 好 這樣子呢 大概抹均勻了 大概抹均勻了 好 大概抹均勻之後 我今天做什麼事情 就是 我會放一隻熊熊 有兩隻熊熊 這是 呃 這個是 餅乾膜 好不好 餅乾膜 然後呢 熊熊我就會有一些 巧克力 那 有這個模型 基本上你在倒 那個彩糖的時候 會比較 好倒一點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再稍微把它 剝開 好 這時候是熊熊 我們就把那個彩糖就是填到模型裡面 讓它有個熊的樣子出來 這樣子 就可以了 好 差不多 差不多 好不好 好 OK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拿起來 有沒有 它就有個熊熊的樣子出來了 好 然後 再來一個熊熊 再來一個熊熊 我們做 你看一下 歐北熊 熊熊 然後呢 這個熊熊我們做 不一樣顏色 好了 做這個 這一個恐龍 這些 這個彩糖剛好是恐龍的部分 好 放進去 好 好 OK 好 噓 我們把這個接起來 我們把這個放進來 好 基本上就是讓彩糖都在這個模型裡面 這樣子 好 就可以拿起來了 它現在就是一個熊熊 可是好像不是那麼明顯 沒關係 我們再剝一下 剝一下 剝一下 然後就用一個東西 沒關係 好 至少這個熊熊應該是比較OK的 好 有個熊熊的樣子 然後呢 我要放圓圈圈 希望五項 彩球 把球放進去 要放在這邊 就會有氣球 然後呢 這邊要放一個氣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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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要讓氣球在這邊 怎麼跟我想像真的不太一樣 好 然後呢 這邊還有干貝熊的部分 干貝熊可以在這邊 這邊 妹妹哭哭了 因為她一定用很皮 好 今天就是熊熊 熊熊妹妹喜歡熊熊 好 好 然後 看一下 我們放一點點愛心好了 一點點愛心 熊熊要愛心 奶奶熊熊要相親相愛 你怎麼了 好 熊熊要相親相愛喔 對不對 就像哥哥姊姊弟弟妹妹都要相親相愛喔 好 差不多 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蛋糕 很漂亮 很漂亮 就這樣子 我盡力了 因為我的美感真的很差了 好 謝謝 那最重要的其實就是說 後面我會介紹一個這個紙盒 那這個蛋糕紙盒呢 是我最近有點困擾的 那後來我找到一款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就適合前景加膏膜的一個蛋糕紙盒 好 看囉 這個盤子對不對 然後 盤子 就把它放進來 蛋糕做好之後呢 就把它放進來 是不是就很方便 然後這個尾邊呢 就套上來 好 然後呢 這樣子 蓋起來 端帶 綁起來 就可以送出門了 好 拜拜